明明報道 拉布開始 朝早大會未開始 過百名民建聯、新界社團聯會等等 多個組織的成員到立法會外抗議 反對議員拉布 拉布開始 更加剪爛布匹、表達不滿 也有人批評泛民議員配合拉布 未有出席會議 要求他們回到會議廳 完全做不到立法局英居常規的工作 做不到為香港市民服務 只懂得說個知字了字 反拉布你做個議員 即是不正經的可以這麼說 即是令人力物力甚麼都失去 不少示威人士朝早都是坐旅遊巴到立法會 不過他們在中午時分 草案還未恢復審議 就已經坐旅遊巴離開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願 曾經到示威區 和反對拉布的人士握手 立即停止拉布 自由黨就發起絕食三十個小時抗議拉布 有份參與的主席劉建宜就說 不滿議員濫用議會程序 既然議會的議事規則 是無法處理這種拉布行為 或者杯葛會議從而促進 或者增加這個流會風險的一些行為的時候 我們唯有就是採取這個絕食的行動 作出無聲的抗議 到了下午 一批大約100名 自稱港九新界街坊的市民 亦都到立法會外面反對拉布 他們和支持拉布的社民連 和人民力量的成員對馬 警員要將他們分隔開 有人更加訂水樽 部份支持拉布的市民就說 會一直留守在示威區 更加帶備水、食物和地質等等 至於人民力量和社民連 分別會在夜晚舉行音樂會 和派人演講支持拉布 亞洲電視記者吳慕蓮報導 記者吳慕蓮現在就在立法會的示威區 吳慕蓮現在還有多少反對 和支持拉布的人士留守在示威區 其實兩邊陣營的人士 大約300人都說會繼續留守在現場 而反對拉布大約100名示威者 暫時疑似到立法會外面 而在教組的時候 因為兩邊陣營的人士不時對馬 警方要在他們之間駕起鐵馬 以免他們衝突引發運動 而支持拉布的社民連 和人民力量稍後都會在示威區 這裏舉行活動 包括有演講和音樂會等等 他們預計晚上8點會有1000人出席 我們會在這裏繼續留意最新的情況 先將時間交回給新聞澳 謝謝各位在外面的同事 日以繼夜開會議員用不同的方法應付 有些議員說帶了牙膏牙刷 亦都有人準備了消閒用品 不過原來在議事廳上網或看書 都有可能違反議事規則 你將問說 星延會日以繼夜 再夜以繼日開會對抗拉布的王國興 戒備了九宮格 畫旨說要沉默抗議拉布 我想用快樂反拉布 我亦都會寫一張通宵宵夜 食物好的菜單 為了對抗瑞爾 議員都有不同的準備 有些水、有毛巾、牙膏、牙刷、鬚跑、潤膚箱 建築師經常都要做事 有議員就換上舒服的裝束 你看我今天的裝束是非常舒服 假時間又因為某人缺席而留會 這個人肯定不是王儀雲 葉偉明和林健鋒就說有腰患 所以都帶了藥貼和腰箭 準備在議會中通宵 也有議員準備這樣度過 在議事廳通宵的時間 我想有些文件會看 上網查郵Email、Facebook 看網上的雜誌 不過根據議事規則 其實議員在立法會會場 除了不能夠睡覺、吃飯之外 還有其他規定 包括意識和舉止要保持莊重 也不可以閱讀 與立法會事務無關的報章、書籍 或者其他文件 會議廳內都沒有辦法 只要死捱 當然沒有人願意聽廢話 都要或者是神由太虛 建制派會盡量安排 有30個議員在會議廳以防留會 就連他們都說會盡量留下 我打算履行我立法會工作 不過詹培中就說明 只會留到午夜12點 以免第二天不夠精神應付公務 下週電視記者李卓民報導 我們剛剛收到的消息 有支持拉布的示威者 懷疑推撞在場採訪的記者 其中一名 反對拉布的示威者 在離開立法會的時候 懷疑推撞在場的記者 大批的傳媒和支持拉布的人士上前 警員最後隔開了一名人士了解情況 回來會報道 希臘囚組聯合政府失敗 加油